太快了吧 如果说有什么能切分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 那我想就是节日、季节、颜色 刚结束的农历春节 返乡季度的清明 炎热的夏天序曲、端午 温馨团圆收获与萧瑟的中秋 忙碌的年底 白色调的耶诞节跨年 这些节日让我们感受时间确实在流动 感叹怎么又过了一年 季节的颜色既丰富视线 也触动新鲜 在繁花似锦百惠真言的春天 象征新生与萌芽的希望 多适合发动引擎 来场快意的赏花春游 2023农历年有着十天的廉假 从大年初一开始 我安排了整整七天六夜的返乡 房佑环岛行程 而今天是旅途的最后一天 我沿着北夷公路 从头城往平民前进 我沿着北夷公路 中央通过 также 嗨 还要吃什么 没有 我从东部上来了 你蛮好吗 还好 很冷耶 在河 有 你知道蛮冷的 那你还交错吧 你们 好 好好好 因为我待会Quiena会来 哦 你那我们要去掃花 去哪 掃花 掃菁花 哦是喽 那是嗎? 好 那它已經 我的手應該是冰塊吧? 我已經紅掉了欸 你的好冰喔 我的還點熱熱的 你的至少還是溫的 天啊 沒想到在平林遇到之前 和觀眾一起環半島時的朋友Kim 和他們的XSR大軍壓盡 大年初期這一天 我們為了避開收價的車潮 早上7點半就從花蓮出發 在寒流的侵襲下 雖然沒下雨 空氣也是如此鼓勵任 在不到10度的氣溫下 騎超過100多公里的路程 我們早已凍江 趕緊喝點熱湯 暖暖身體 困蛋和車友們相約平林 而我也是早上會到 他就說可以順便來迎接我 只是沒想到居然是被迎接的人先到 有人說要來迎接我 結果睡過頭 是怎樣 沒有 事情是這樣的 我原本跟車友們約9點半 然後後來講講又說 那不然大家就是差不多9點半到10點之間 大家各自上 然後我想一想就覺得 好像可以再晚一點 反正北極會晚一點 然後我又繼續睡了 等一下先下去了 太冷 要撤隊了 你們今天行程就這樣 我們只是上來吃個東西 我們就要下去了 可以啦 可以啦 差不多了啦 有出來就已經很厲害了 大家要問我們去嗎 我們不是沒有去嗎 沒有 我們是感覺是明天啊 今天9點半 對 9點半跟今天 我要再團結 9點半這個數字 我只要叫你 哈哈哈哈 做什麼你都可以 哈哈哈哈 小哥做什麼你都不行 喔這樣子啊 等一下 幹了 翻地址給我 你要快一點 我還沒有喝完啦 我還沒有喝完 我還沒有喝完 喝完就離開了 對 謝謝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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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先吃菜啦 我要去加油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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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東西閒聊一下後 我們就各自下山 我其實應該準備提前收假 開始剪片 下午和外婆家的親戚 家族聚餐後 很久沒和表弟表妹們聊聊 於是在外婆家 就待了一整個晚上 如果是去年的我 可能還是會很下心來 聚餐完就回家工作 但最近的體悟 就是花開看折 直虛折 既然有大家團圓的機會 就要好好珍惜與享受 充實的度過 所以那天 我就和親戚們 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回到家時已經12點 其實已經很難 在隔天晚上10點上片 同時當天半夜 心也還進不太下來 就在IG上開問答 和觀眾朋友們互動 早上Kim說的賞花團 又再次出現在我眼前 其實我還是很猶豫 不過一覺醒來後 看著窗外的好天氣 就決定復約了 早上9點半左右出門 集合地點在新竹的7-11騰達門市 大約得花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雖然昨天才剛從花蓮回台北 但一覺醒來 陽光美好 七天六夜的積牢 輕易的一筆勾銷 往台3的路一樣 先從環東大道 市民大道 過滑江橋後 沿著環河西路 擺街寶路而行 很快就會抵達三角泳7-11 還有俗稱三七來的 萊爾富北線三浦店 然後踏上台3線的郊區路段 陽光溫暖的早晨 在台3線上騎車南下 真的是一件很暢快的事 目的地是哪裡? 騰達門市 豐沛門市 田野門市 大湖重機全家 新雪霸門市 其實都不重要 重點是離開都市 踏入郊區的這種自由感 越過一個又一個弧線優雅的彎道 高高低低的上坡下坡 嶄新的風景不再遮面 開闊的視野來回復現 就在這時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你騎142喔 第142 第142沒有啊 好 沒有 比較早出門的我 似乎理所當然的被追上了 而和昆娜同行之後 騎車的步調便快了許多 好 你怎麼沒有動啊 在充電 喔 等一下可以用 因為我昨天 沒有打算今天會出門啊 喔 誰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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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幫助了彼此 哈哈 哈哈 而且可以跟你拍照嗎 好 總算是在路上遇到了 之前一直說要跟你相遇 哈哈 謝謝 今天會上片嗎 今天會上片嗎 今天不會 不會時間 因為我跑出來了 過年 我看你發的那個動態說 你昨天跟家人在一起 對啊 來到7-11騰達門市 時間是上午11點左右 也差不多肚子餓了 而且天氣蠻好的 對啊 看起來應該蠻好看的 嗯 有出來是對的 哈哈 有出來是對的 我就跟你說了 你 是你跟我說嗎 還是我跟你說 哈哈 我想要喝 我幫你喝預設飲料 喔 不是 提升飲料 飲料 喔 我看著這個說 運動飲料 運動飲料 這是什麼 我是要喝蠻牛的 蠻牛好賣 我好像都買蠻牛 就是一個信任老字號的感覺 那我也買 兩罐 這個給你啊 喔 是喔 嗨嗨 哈囉 哈囉 今天我們總共有11台車 11台XSR嗎 11台XSR嗎 10台YAMAHA 1台HONDA 喔 你把我推進去 特地強調是 1台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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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喝 走囉 吃吧 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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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點東西 簡短休息過後 我們就踏上 賞音的 說來有趣 就好像是我第一次 參加某個車種的車聚 沒想到 不是CBR150R 不是CBR650R 也不是拉力DRG或MV 居然是和我擁有的車款 霸幹子打不著關係的 YAMAHA XSR團 不過說起 對YAMAHA的品牌印象 我還是非常有好感的 畢竟我的第一台車 二代近戰 就是眷刻著山葉的三角VX 之前也騎過MT07 MT09還有R7 這些車款都各有特色 我也都騎得很享受 很喜歡 平常都是和35好友一起騎車遠遊 這次跟這種大團 其實多少有點緊張 因為之前和觀眾環半島時 就見過Kim的實力 我們應該是最好的吧 我們應該是最好的吧 我想也是 教導看不見你 他這邊真的有屁股痛 在哪裡屁股痛 不過在上路沒多久後 我就放心了 因為根本追不上啊 我也不想勉強 所以就用自己的步調慢慢騎 紅燈和區間側速 拉近了我們逐漸遙遠的距離 以前剛開始騎檔車旅遊的時候 會有點在意不想落下別人 或者被落下 如果都是在各騎各的 那還算是一起出遊嗎? 那現在呢 想法多少有些改變 雖然一起騎比較好照應 但每個人有自己喜歡 適應的騎車節奏 節奏如果本來就不同 那可能就是一種遷就 導致快的不能盡興 慢的心聲歉意 不如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反正大家都有導航 休息點再見也沒什麼不好 像這趟行程最領先的集團 就已經先在我們的目的地 卡好了停車的位置 來到一處不起眼的路口 這是前往斜雲宮的道路 路幅不寬 偶爾有法夾彎 正無陽光在寧間跳躍 就像期待著賞花的人們 心中的雀躍 來到今天的第一個點 位於苗栗獅潭的寫雲宮 在海拔700左右的小山上 已經開啟了一花 好嗎? 我是為了誰? 蛤? 為了拍YAMAHA的東西 我這台帥車被擺在這 有沒有搞錯? 沒辦法 我們今天就大家都是YAMAHA 就你一個人HONDA 那你要不要換YAMAHA? 哈哈哈哈 不對啊 我記得我看你昨天 現狀才在講說 可是你對哪一台車忙 你知道嗎? 你再說你騎MT-09對不對? MT-09啊 我很喜歡啊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 可以嗎? 有機會的話 可以可以可以 欸好漂亮喔 喔 好多車 哈哈哈哈 越看越可憐 我們的車 改騎的車 我們的車 哈哈哈 身為影片創作者 到了一個景點 基本上 就是拿起攝影器材 開始拍攝 有些朋友可能會好奇 這樣會不會都無法好好玩呢?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想保留的是 當下發生的事情 影像只是順便被紀錄下來而已 比起朦朧模糊的回憶 影片清晰而如臨過往 也許當年華老去 會感謝自己 留下的一切祖籍 鞋雲宮位於師潭與公館交會的八角東山上 海拔約700餘公尺 是一間佛道合一的宮廟 主寺觀世音菩薩 周邊種植櫻花、杜鵌、梅花、聖誕紅 各種季節來 其實都別有一番風景 在桃粉紅潮盛開前的時節 鞋雲宮就像一座被櫻花包圍的城 而在櫻花之外 越過山丘 呈現在眼前的 是位於山邊公館鄉的人口稠密區 空氣中隱約著繁忙感 另一側則是綿綿不絕的山丘 群峰疊脆 來使小晶若隱若現 我們就在滿櫻的粗庸中 立於文明與自然的分界 在廟宇的一旁 也有販賣各式小吃飲品的市集 想要一瓶這個 好80塊 我買你出來 我付了 我付了 怎麼客氣幹什麼呀 難得來嗎 謝謝 難得讓美女請呢 哈哈哈哈 哇你買了什麼 這個 雞蛋仔 可以用濕的 可以用拔的 他說這樣比較好嗎 還是 來了來了 融化 因為他剛剛都是冰啊 好 這樣 那我買這個沒有結冰 對不對 下方有個櫻花步道 但未來花朵全開後 想必也是相當可觀 欸你有辦法兩隻一起拿嗎 你的手機嗎 你的兩隻手機喔 嗯 可以啊 可以吧 謝謝啦 喂 你要補什麼畫面嗎 臉好像都不太入鏡 對啊我還好我還好 找不到車主 笑一下 米露的兩隻 米露的兩隻 這根樹打在這裡 尖忍不拔 逆境中程車 對 這個就可以拍他 然後用橡皮擦把上面沒有人擦掉 你說 好看一下看一下 我 不是錄池 好 應該 好應該 要先確定我講的是對的 才能說我不是錄池 我好棒我好棒 我好棒 是這樣子而已啊 不然 喔 他們已經 他們全部都有安全帽帶 完了 我們兩個 哈哈哈哈 下面吧下面 我剛剛喇叭是按錯 哈哈哈哈 不是 還是你側面 我不要這樣 他看著那邊 他看著那邊 我看著那邊 還沒有 你走 我看著那邊 看著那邊 我看著那邊 我看著那邊 你走 我看著那邊 突然眼瞇瞇的了 待大伙拍完照 我们就结束了携云宫的行程 往用餐的地点前进 按照原路下山 果然在来时的位置下 倒数且长 回程体感就快得多 回到台三线后继续往南 离开诗坛往苗里大虎前进 来到130线到处右转 这里是130位于大虎的终点 沿着这条路 可以往铜锣三亿一带 接上台13线 而130在往西走到尽头 则是可以到较靠外侧的苗栗院里 我们今天餐厅的位置 只要从台三线走一小段路上去 就到了 沿路上有许多的观光果园 休闲农场 餐厅与咖啡厅 想必这里也是假日出游的好去处 你怎么已经开始吃了 来到餐厅时间大约是下午4点多 原本温暖和许的天气开始有了一丝两意 哇 下面有人在露营喔 哇 来露营喔 哇 好棒喔 我的头发明明方小 不过还是打击 你要我看一下 干嘛啦 真辛苦啊 你才知道让女生很辛苦的 又辛苦又麻烦 对啊 出个门 想要穿暖一点 又觉得穿太胖的话不好看 不会啦 还是保暖中药 他这个帮很重要 因为台北骑士就是一个暖男 蛤 你就是一个很温的人啊 感觉你都不会生气耶 不会啊 我也不会超车 我们来 他现在地死所有人 我也不会超车 没有啦 没有啦 这边就有樱花了 超近的 中午在咸云宫看樱花 是有衣而行 下午在一三林上的餐厅 见到岔子烟红的花开 则是无心的收获 有时候我们的无心之举 却更能有意外的惊喜 这边就有了 你会把这种花开 也会把这种花开 来说 你会把这种花开 也会这样子烟红的花开 可以想把这种花开 来吧 你会把这种花开 也会把这种花开 你会把这种花开 在一起 我会把这种花开 我想不想太心呀 竟然不吃太心 也沒有不吃啦就剛好沒有 這精華耶 不見了 不見了 看你吃的很開心 吃過飯我們就準備踏上回家的路 氣溫從中午的溫暖下午的微涼 到太陽下山後刺骨的寒風 沿著台三線北上 在中游問水站加滿油後 隨即踏上台七二 東西向快速公路後龍問水線 沿著後龍溪 有點像一個大S型的快速道路 串連苗栗海與山的快速通行 從後龍到石潭只要約30分鐘 曾經在白天走過這裡 兩方的山水景致 尤其靠近石潭的路段令人讚嘆 看習者無法住宿觀賞 但在夜裡只有一片冷烈的虛空 台七二並沒有和台六一直接交會 必須先下平面後再往台六一前進 來到熟悉的西斌 你最後一個暫停休息點 全家興趣濱海店不遠了 你們到多久了 我們沒有 我們差不多到三分鐘而已 三分鐘 裝備剛拖完而已 喔 是喔 旅程要結束了 掰掰 感謝你今天帶隊 好隊長 收信操 收信操 真的 明天開始要剪片剪到兔 你也是喔 對 我也是要剪片剪到兔 好啦好啦 回家 回家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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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休息過後就是最後一趟回家的路程 從新竹沿著西斌回台北 大約剩下一個半小時左右 這也是我整個過年假期間 最後一段機車的路程 從大年初一開始 西天六夜馬不停蹄的行程後 第八天 已久出行 我不知道以後的我會怎麼想 但現在的我 每天都騎得很開心 去了很多平常不會去的地方 重溫某些熟悉而遙遠的場景 和朋友 親人 透過機車旅行 一次又一次 縱橫交錯的串聯在一起 雖然這是整個年假的最後一天 卻也可以看作春遊賞花的第一天 接下來 過去在寒冷裡的痛 埋藏的洞窗 深淵裡的掙扎 將隨高山雪絨 百花盛開而覆蓋 我們也將一次次跨上車 出行 享受春迴大地的飲憶 一大早起飛行 一共村花盛開 的早餐 今後的地道 大家想要看台北騎士嗎? 如果大家想要看台北騎士長什麼樣子的話就想說 這樣有看到嗎? 好像...好像... 有嗎?看到嗎?好像... 這個鏡子啊 嗯,有有有 那有看到嗎? 有有啦 有 這邊還有寫 可以嗎? 一次只能對焦一個東西 是喔? 有有,對... 對到你的字就對不到我的臉 那對你對你 不要啊 不要啦 不給對 後來都去 有啊 有 有